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民警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准备抓捕时 这名飞车抢夺的嫌疑人再次作案 接正面前犯罪嫌疑人冯某拳对自己驾驶摩托车抢的犯罪事实供忍不讳 说起每次抢夺犯罪嫌疑人冯某拳说 他是被生活所迫不得已才犯罪 那么每次抢夺时他为什么专盯男性下手呢 女的有的我害怕女的你抢完她的害怕 犯罪嫌疑人冯某拳 1999年因涉嫌绑架被河南省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处刑 10年 2012年因涉嫌抢夺 被审核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处刑 7个月 目前犯罪嫌疑人冯某拳因涉嫌抢夺罪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